它這個很酷 這裡是電子晶片 然後這裡是鑰匙的 為你開箱 帶領你的旅館 好復古 你還在吃早餐 你看這個櫃子 是冰箱吧 你看這冰箱是 這個櫃子跟這個連在一起的 好搞笑 好高 其實是一個置物櫃 哇 房間也太大了 你明明就住兩天了 還在那邊假生 你是叫我要有精細一點 好啦好啦 精細一點 欸 這真的挑高很高欸 在醫室啊 那如果半夜12點 我在這邊你在睡覺 在那邊插臉 你起來你會不會嚇到 我會罵髒話用義家打你 這個櫃子幫我們試試看 軟不軟 感覺很痛 好痛喔 好蠢喔 帶大家來看廁所 你看這個 百年壁步就是跟一般人東西不一樣 你是像貓在摸指甲是不是 他這個床 有鏡子 你睡在這邊側睡的時候 你剛好可以看到自己 我都不敢 有些時候你轉過來看到自己的時候 你再轉過去的時候 他沒有跟著轉過去 你看這個廁所 你看 全部大理石欸 這邊才大理石啊 然後兩個地方 這好亂 因為這已經使用過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 這個 乾濕分離的地方 欸他這很貼心欸 他是可以掛這個地方啊 這本身上面都有暖氣 這燙燙 嗯 燙燙 如果你有歐洲洗衣服什麼 屁在上面 這燙燙 嗚 然後廁所一樣可以打開 看出去就是大運河的景 還不錯 讚 你怎麼用喘 我看看他跑步 很累 剛剛吃早餐的時候水沒有進來 吃完早餐的時候水已經進來 完了 這裡是義大利威尼斯 現在早上的 陶西說有到140 140是從海平面算140 不是人的身高140 如果是人的身高140的話 這個我太太可能已經到這裡了 因為她號稱157 然後他們會搭這個橋 給大家走比較高 然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然後這個牌飯全部都會收起 大家要涉水上船 這個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你都忘了滾 哈哈 就像你昨天不要買那麼多了 你看 啊 買成這樣 哈哈 而且腳覺得冰冰的 你根本搞不清楚是水滲進來 可是我不覺得冰耶 你看這個巷道 也是 本來是小巷 現在都變成小溪耶 酷喔 你倆都可以喔 這是見屍耶 見一見屍了 這個 要嗎 嗨 大家看囉 來到威尼斯 不只是風光明媚 威尼斯每次到秋天冬天的時候 還有最有名的小淹水 那今天的淹水都還可以接受 但是其實對威尼斯人來講 是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有些他們地勢比較低窪的地方 那個冰箱 都放在下 威尼斯人他們 各個義大利人都覺得很 身體很強重 就是因為他們常常要 碰到這個 三不五十就來給你健身一下 所以他們這島上不會活聚 所以他把全部燒 玻璃的技術全部集中在這個島上 因為1.5秒 這裡是彩色屋的地方 現在變成彩色湖的地方 這裡好深喔 我這麼... 嚇死人了 你應該來警察專用的 對啊 哇...那個...中間欸 其實為什麼不用像鼻鼎比較很快 你沒辦法做生意 用像鼻鼎滑進來就好了 這有一個... 呵呵呵呵 好強喔 那邊應該是人家很低的 你那邊應該不要來一點 等一下走進去這個小小洞裡面 對...雖然我們有穿鞋套 可是因為裡面都很冰 你也不曉得到底水是不是已經浸透 你的裡面也搞不清楚 現在讓我們走進去看看囉 我說不出話來了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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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腳踏實地的感覺真好 嗚...這裡有FU耶 大家好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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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醬義大利麵的味道 水餃皮 水餃皮的口感 肉醬義大利麵的味道 口感覺得如何 我覺得沒有口感 沒有口感 感覺就是入口即化 然後就是 豬排 蠻香的外面味 這片BS是怎樣 樹上掉下來 對啊 快點吃這個 很美味 跟我家巷口便當店的一樣 這是米推 你家巷口也是米推 我家巷口便當店也是米推 台股飯 台股飯 這個如果在台灣就叫廚師出來輸牙 找出來 可是豬肉本來就要熟的 沒有這是菜 年紀比較大吧 你說廚師嗎 豬 這個米其林推薦的餐廳 從2014 1516 一直到今年18 都有種 但是也許就是因為它太到地的關係 所以我們吃起來 不是這麼的覺得自然 這裡就是米洛娜 它是從威尼斯要去米蘭的一個很重要的中途站 它是一個很大 蠻完整的一個城市 然後現在變得非常多的人會來這邊 因為它有圓形劇場 完整的羅馬圓形劇場 還有一些市集 朱莉葉的家 對 朱莉葉的家 朱莉葉的家 朱莉葉演電影的地方 前面有一個朱莉葉的像 然後就是要去摸它的胸部 然後胸部變成金色 然後說摸它胸部摸一摸之後會怎麼樣 變大胸部 變大胸部 難怪這麼多人持續比落 我也以為摸一摸愛情會變好 那我先去摸囉 沒氣 Velona的聖誕市集 因為我們來的時候是11月靠近底了 耶 我來買一個 我來買一個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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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軋糖 牛軋糖 快快快來吃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 牛軋糖啊 大力不是要吃牛軋糖 牛軋糖 對對對 真的嗎 謝謝你 這個 好 謝謝 這個是他們的牛軋糖 那我現在來吃一口看看 硬的還是軟的 好特別的口蓋喔 這有紅酒 聞起來很香 有那個肉桂的味道 還有濾濾的味道 我相信 他喝起來很香 他有加肉桂 有有有肉桂 可以嗎 你覺得好喝嗎 好酒喔 我一吸的時候就有酒精味 沖上來 可是也有肉桂的味道好重 可是 酒好暈濃 我覺得紅酒變熱的 對 可是他 那你們要配甜點嗎 一定要的啊 有熱甘蔗汁嗎 哈哈哈哈 加薑嗎 好台灣的味道 加一點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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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 還沒 我覺得好甜喔 我往前看看 可以想像應該是蠻舒服的 哪裡有熱紅茶 哪裡有熱紅茶啊 吃熱紅酒 不是熱紅茶 熱紅茶我想要耶 不要這樣子亂講喔 他一直說我要喝熱紅茶 真的 我也好想要喝熱紅茶喔 你是不是也很想要喝熱紅茶 我很想要喝熱紅茶 那你們趕快去看這個 義大利型的牛巴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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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拿這個 它要分口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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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看 後面那個房子好可愛喔 這樣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好可愛喔 這是陶瓷的嗎 你拿起來看看喔 它可以拿嗎 可以啊 還蠻輕的 想要買一個 可是是不是太大了 哇 這燈聖誕市集 嘻嘻嘻嘻嘻嘻嘻 對啊 這會動啊 這會動啊 這會動是不是 這是什麼 喔 喔 哈哈 這個好像台灣的金爐喔 這就是台灣的啊 薑餅人實在太可愛了 這間裡面賣的東西實在太可愛了 這賣的奶的 這會多少錢 22喔 其實價錢很不可愛 這這麼精緻 他們需要我 他們需要你 需要我帶回家 哇 你看他們聖誕市集 他們就是 買了一杯 熱紅酒 然後就可以在這邊品嘗 然後還有熱巧克力 其實雨季的歐洲 雖然有點不方便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他們那種要過年的聖誕氣氛 大家都圍著厚厚的圍巾 穿著這種厚厚的衣服 然後就是買一些聖誕裝飾 然後買回家版 然後路上的人也是很多 然後路上寒冷 然後旁邊經過店的時候 就會有暖氣吹出來 所以整個感覺就是 很像那種過年的感覺 只是是歐洲版的 路上的這個 行人有能出來 買一些的這個布置 因為這個聖誕節 對他們來說 連著過年 是他們很重要的一個節日 所以我覺得 歐洲來這種感覺 這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體驗 現在要來買 新鮮的草莓沾相的巧克力醬 草莓看起來很漂亮耶 可以拿出提蛋的巧克力配上草莓 市集一定要吃的就是新鮮草莓配上熱騰騰的 歐洲巧克力 歐洲巧克力 劍杂豬實在很美 這樣新鮮草莓 歐洲的新鮮草莓配上巧克力 我覺得有點怪 不搭 我覺得不行 劍劍可以 我就可以 我覺得這個巧克力 哒 好好你覺得 $ parl フnn 鏡頭尷尬症嗎 dong 他沒抱這錯 謝謝 現在我們在 維洛娜的原型劇場 他說這是目前啊世界三大包存最完整的圓形劇場 我相信 你們看得出來 非常完整整個城牆沒有任何整個那個圍牆沒有任何倒塌的地方 非常的完整 然後他的這個裡面的座位可以容納三萬人 在那個時代可以容納三萬人 那是要多大的工程 而且這個城市是要多少的人口才有辦法容納這麼多人 所以他到現在啊都還有在使用 還蠻特別的 裡面很漂亮 然後他的正旁邊呢就是Ru y Vidong Ru y Vidong 對就是LV精品街 所以大部分人家來呢都直接衝到那個精品街裡面 忘記原來這個圓形去場 然後他的旁邊兩側呢就是有一些的咖啡廳 然後讓你在這邊可以休息 然後欣賞這一個古代的一個很宏偉的一個建築 對 來來來來喔 十久不近的冬瓜葡果湯喝完之後覺得很難 感動感動 然後他留下兩行淚 這時候冬瓜怎麼會有穿衣服 他的口感好輕巧 你說哪一個 茄子 口感怎麼樣 怪怪吧 口感不像台灣式的茄子 很軟爛 很軟爛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跟茄子的茄子不一樣 不一樣喔 不一樣 紋理是不一樣 蛤 紋理 這是大理石吧 才有紋理吧 我剛剛都沒在睡覺我還在想 趕著茶餅 今天的晚上 不解釋 給他十分 嗯 每一道都很好吃 搔進去 我把你擠在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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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